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不理小凤梨 也不接她电话 也不开门 整天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在那儿画画 那些画我都看过 画得挺好的 没想到顺华姐还有这个天赋呢 咱们都是好朋友 多为顺华想想 你这么年轻 还有的是机会呢 卉真姐 别光说我了 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反正现在搬出来了 大家都冷静冷静呗 看来啊 这个婚姻 还真像你们说的围城一样 其实 有时候想想 一个人自己过也挺好的 想干嘛就干嘛 好了 我不说了 我那些朋友还在等我呢 那行 不打扰你了 你赶紧玩吧 拜拜 黑啤酒的人生 她这一生过得很像黑皮 苦涩 却很坚韧 同时又有一种接近大地的高贵 请问你小村整得可以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太准确 我总觉得我特别了解他们 但是好像又不那么了解他们 就特别像 像冰山 我看到的呢 就是海平面上露出的那个尖尖一样 但是我应该深挖掘的是 海面之下的 那座深深的冰山 所以你还得接着努力 不过我觉得你写这本小说 特别有意义 这不光是为了记录你的妈妈 还有那些阿姨们 这还是记录关于他们的那个时代 当然 所以 为了专心写作 你说我要不要当一个全制作家 你可别 你还记得我刚开始靠画画挣钱的时候吗 根本都迈不出去 天天跑画廊找经纪人 多辛苦吧 你不如等这本小说发布了之后 看看它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足够的资源 如果到时候资源足够支撑你做全制作家 我一定会支持你 你不会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吃井浩的醋 谁让你辞职陪我吧 没有 你可别因为这个 我刚回来的时候呢 的确有一些幼稚的想法 但是现在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眼下的陪伴 眼下的时间之外 更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事业 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的感情 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再说了 什么情况 我现在早就不放在眼里了 一会儿回国之后这么长时间 我发现你的眼里只有我 是不是 是吗 你看看 其实慧珍姐 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她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 我心就还是那么难受 你要去见见顺华 要她自己亲口跟你说 她和凤梨没有可能 你也不能为这事 老不见人家顺华呀 秋雅 我其实是很想很想 去见顺华姐的 但是 我又觉得有点怪怪的 有什么怪怪的 咱们之间的姐妹情 永远不变 这个是宗旨 那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 你怎么这么纠结呀 我就是好纠结嘛 我基本看他太多了 我分不清 你要这么痛苦纠结 你去找书豪谈谈吧 我说 你明天陪我去呗 如果明天通告满满圈雷达 我怎么陪你去啊 你一个人自己去 人家顺华为了你 都能对凤梨那样 说明你在人家心目当中的地位 有多重 你自己正中其实就去 你自己正中其实就去 天冷 慢慢 慢慢的 天冷 慢慢的 天冷 你劈着点 来 干这儿 我来看你拍戏 我从来没看过 我来走 齐鹏 真好看 好看吗 嗯 你怎么来的呀 走混乡车呀 你要来你提前跟我说呀 我拍车来接你 你看还没有我车 妈 你以后要来 你一定要之前跟我说 我让小潘来接你 不用不用做工 车挺方便的 我还可以活动活动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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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啊 齐鹏老师 好看 县长 县县县县 咱们可以去县县县县 这不可 好好好 我拍个镜县 你来 再看 在这儿看 在这儿看 快去 快去 天冷啊 你上我车里坐这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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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走 那我一会儿就回来 一会儿啊 你就回来 小潘 来来来 你喝水 好好谢谢 书豪哥 谢谢你啊 谢谢你出来 其实啊 我也一直想跟你打电话 我 书豪哥 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你不用担心 更不用紧张害怕 因为 我已经做决定了 我会退出 成全你跟顺华姐的 其实我对你的喜欢 更多的是一种欣赏 你是我 见过和接触过的所有男人里面 最温文如雅 得体 最君子 很绅士的一位 真的很让人产生一种依赖和安全感 当然 尤其像我这样的女人 我真的好羡慕顺华姐啊 如果我真的这么好啊 顺华 也不会这么讨厌我吧 你看看 你考虑的 都是顺华姐的感受 看来你真的很在意她 对她用情很深啊 我太嫉妒她了 牧子啊 你这么年轻 漂亮 又能干 还说 再说呀 你再夸我 我都觉得不真实了 舒华哥 你放心吧 你跟顺华姐 我不知道能帮到多少 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忙的 但是顺华姐 是不是能再接受你 那我可不知道 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只要她能够接受我的照顾 和陪伴 那就够了 那就够了呀 你对她的用心良苦 我相信顺华姐一定会感受得到的 加油 我对你有信心 你也死啊 嗯 嗯 嗯 来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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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